月下风云 在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山村里 生活着一个叫做李月娥的女孩 她的容貌虽不出众 但心地善良 聪慧过人 李月娥对村中的男孩子并不感兴趣 唯独对名叫李白月的男子情有独钟 李白月是村里的一位出色的医生 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文雅风趣 深受村民的爱戴 李月娥常常偷偷观察她 暗自为她祈祷 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她的妻子 然而村中传言 李白月钟情于文雅的姑娘 而李月娥心里明白 自己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 于是她决心改变自己 学习文雅的举止 烹茶调香 甚至学会了医术 希望能赢得李白月的青睐 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打破了村民的宁静 李月娥看到了李白月 毫不犹豫地保护了另一个女子 一个已嫁之妇的白月光 那一刻李月娥的心如同被千军中弹压的喘不过气来 她终于明白 有些事情努力也无法改变 在李白月与白月光的婚姻之下 李月娥心如死灰 她放下了对李白月的执念 听从父亲的安排 与一位叹花狼相亲相爱的结了婚 然而 新婚之夜 李月娥才发现自己的丈夫 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般粗野无理 而是一个性情温和 品貌兼备的好男人 尽管最初对这段盲婚表示怀疑 但与丈夫相处的日子里 李月娥渐渐发现自己竟然过得心满意足 然而 村中的人们却对她的选择表示不解 以为她是在报复或者赌气 就连李白月也对此表示理解 但她并没有干涉 因为她心里清楚 自己并非李月娥真正的归宿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白月却逐渐发现自己对李月娥动了真情 她不再愿意轻易放手 在李月娥的温柔和善的影响下 他们的关系逐渐升温 最终 他们发现彼此才是对方真正的依靠和爱人 感谢观看